- 黑菜頭,鴻鯉書士有菜頭 在生了的鑼骨舞獅演出中 侯友宜接下的鳳梨和菜頭象徵未來施工順利 緊接著新北地震局汪里國局長進行簡報表示 秀朗橋北側開發延宕了20多年 在侯友宜市長帶領同仁堅持不懈的協調和努力下 全案範圍最終在109年解除了河川安全管制區域 東以新北環河快速道路為界 西以成功路97項以及環河東路四段為界 北以環河東路四段以及新北環河快速道路路口為界 難以缺廊橋頭為界 霍宜表示 他也要求承辦單位能夠加快工程腳步 重新整理地形地貌塑造優美環境 因為這塊地大概土方會比較辛苦 因為這個落差太大 所以工程會3.3億 但是要把土方移住到這個地方 重新再打造一個拉到平線環河快路 銜接我們的環河東路高 整個把它銜接過去 把它如何把這個土方自對運作 這才是我們最大一個挑戰 所以時間如果能夠快搞快把它做好 那我們也隨時要跟中央配合 到底我們的防洪出境 以及我們的整個防災 還有我們的第一空級的環境 如何讓這個環境會更好 工程師做事事順利 祝道完畢 請贊拜 接著侯儀便帶領事公單位 以及貴賓進行擊拜祈福 並且和各籍民帶一起開工動土 讓這塊區段徵收案正式啟動 侯儀表示 秀朗橋北側區段徵收案 橫跨了中和和永和兩個行政區 並且緊鄰新店 儘管面積只有4.26公頃 卻是捷運環狀縣必經之路 而當地的環境改善也是迫在眉睫 未來開闢完成也會結合公共需求規劃消防用地 讓市民有更好的未來 跟環河的成功路跟環河東路 大家讓這一塊保地 我們用低沖級的方式 讓環境優化 讓我們新的環洪舒淨能夠更現代化 重新見過我們新的渡宿樣貌 也見過我們消防體系的救災 看光大樓 來做好秀朗區的防救災任務 所以今天的開空動作 我們期待113年都能夠完成 地震局表示 後續將進行地上物拆除 同時地下工程也會進入整備階段 包含在地下6米深埋設污水管線 共同管線 同時還要兼顧防汛 將全力完成本區的開發 記者趙世淵 新北採訪報導 請規劃住宅區 請規劃住宅區